同樣在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的一處民宅 今天臨前突然起火 警燒貨爆之後 派員前往鋪救 疏散了五名的民眾後 撲滅火勢 共計派遣了 各式消防車輛21輛 消防人員53名到場搶救 現場的部分 我們共計疏散民眾5名 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山樓的部分 大概搜索一些家具雜物的部分 詳細原因有火調調查中 台北市消防局表示 是在凌晨零點多貨爆 松山區塔幽路一處兩層樓 建築的頂樓砸蓋起火 警派員前往鋪救 現場疏散了五人 撲滅火勢之後 確認沒有人受困或者是傷亡 不過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需要再調查來理清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